冥界之王哈迪斯败北 这个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结果 令在场不管是神还是人都哑口无言 这场双亡之战 最终以始皇帝的胜利落下帷幕 等到海姆达尔宣布结果 人类和女武神一方才如梦初醒的爆发出惊天的欢呼 而反观神方却像是在做一场可怕的噩梦 亚尔维特脱离神奇状态 过重的伤势让他差点一头栽倒 始皇帝拦腰搂住自己的小搭档 虽然他受的伤要更严重 亚尔维特觉得他们能活下来简直就是奇迹 始皇帝笑着表示这可不对 他早就说过了 相信他就一定能赢 然后眼睛一闭昏死过去 亚尔维特吓得急忙叫救护般 日本队看完全城之后感慨不已 真是亏得始皇帝有办法取胜 那股能将哈迪斯的长枪击碎的力量到底从何而来 那时候他的力气应该所剩无几的才对 小四郎当起来解说 始皇帝在受到哈迪斯突刺的瞬间 用空气团接中了那把枪的气之河 一般的枪当然是没有这东西的 但在哈迪斯把血液灌注进长枪之后 枪就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那把枪拥有生命 只要拥有生命 始皇帝就能看到他的气之河 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击败哈迪斯 关键还要靠成立天缝 始皇帝施展成立天缝 是将攻击的力量在体内流转后引导回去 但是他的最后一击 是将哈迪斯的力量灌注进了勾箭剑里 这才拥有了能斩断四血枪的力量 被灌注了那么强大的力量还能坚持住 亚尔维特也是够了不起的 始皇帝的这次战斗处处令人惊叹 尽管伤势严重 却表现出了强大的意志力 一不塌错都有可能先行丧命 古今中外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王的称号了 反观希腊神族这边 对这个结果完全无法接受 阿瑞斯捶烂了威蓝 阿达玛斯更是直接破马而出 要去杀了始皇帝给大哥报仇 对此肘斯却没有任何的表示 只是呆呆的喃喃道哈迪斯在最后还向他们道歉了 众神vs人类最终战争 目前的结果神方三胜四败 神明被拒绝人类反超是绝对不允许的事 第八战擂台正在整修 无论如何都要扳回一局 始皇帝和亚尔维特被送进了治疗舱 先不说女武神 始皇帝身为人类的情况非常危险 能否醒来就靠他的意志力了 格雷跟在布伦西尔德身后 嚷嚷着刚才的一战真的很精彩 他们可是赢了哈迪斯从神明手里取得了先机啊 还有三胜他们就能赢了 布伦西尔德打算去看望世家 半路上却遇到了阿达马斯质问他 始皇帝在什么地方 布伦西尔德恭敬的心里 一听这个凶神恶煞的神 居然是已经死了的阿达马斯 格雷直接下成了表情包 神界也会有鬼的吗 阿达马斯对布伦西尔德达菲所问非常不满 划烂柱子威胁他 布伦西尔德坚定的表示 无可奉告 阿达马斯愤怒的朝着布伦西尔德发起攻击 格雷吓得紧紧抱住姐姐 然而攻击还没落在他们身上 阿达马斯的手突然断掉了 别西普走过来阻止阿达马斯下杀手 现在把女武神杀掉的话 主神黄昏就结束了 他还等着看乐子呢 双方僵持在原地 别西普质问他 哈迪斯方才展现了神明的威信 你打算让他蒙羞吗 阿达马斯脸色猙獰 回想起自己战斗的最后一刻的兄长 骂了句脏话扭头走了 发誓在比赛结束之后 要将布伦西尔德和史皇帝全杀了 布伦西尔德感谢别西普出手相救 别西普捡起阿达马斯的断臂 让他们小心 想要杀光人类的神 可不止他和阿达马斯 无法克制住这种冲动的神肯定是有的 北欧的奥丁和洛基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至于上一战负伤严重的世家 早就偷偷溜出病房 跑到树下待着了 因为伤势过重 一身都是绷带 急得医疗组到处找他 板田金石首先找到了世家 给他带来了一大桶的金太郎糖碳病 两人明显是老旧石 世家摇了一口脸色凝肿 表示有事情想要拜托小金 小金什么都没问 就痛快地答应了 他不会拒绝拜托他的任何事 而世家想要拜托他去调查一个人 那就是能够动摇诸神黄昏的男人 世龙的英雄齐格飞 齐格飞是尼泊龙根之格的北欧神话英雄 同时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 那就是咱们布杰的老公 这话总体来说是第七八战的过渡 板田金石登场 还有之前的预言家米歇尔 布杰的老公看来也要被卷进来 下一场战斗 大家能猜到是谁上场吗